- 大家好 我是幸福大王文綺 - 我是歌曲娟 - 今天又是新卡情報時間 - 還沒有看過前幾集的介紹 - 記得點右上方的資訊卡回去看一下喔 - 提子各位訓練家 - 最新擴充包 古代咆哮 - 以及未來閃光的 - 即將會在11月10號正式發售 - 趕快來看今天要介紹的新卡吧 - 首先是我最喜歡的一對數 - 這兩張卡分別是HP30點和HP40點的無屬性基礎寶可夢 - 熱點是鬥屬性 - 左邊這一張撤退不需要能量喔 - 右邊這張撤退則需要一個無色能量 - 這兩張的招式不太一樣 - 大家可以看自己的喜好來加入牌組構築 - 一對數進化之後就變成了一家屬EX - HP提升到230點 - 撤退是不需要能量的喔 - 特性一致團結 - 這隻寶可夢在戰鬥場受到對手的寶可夢招式的傷害時 - 將與自己場上一對數與一家屬 - 包含寶可夢EX的數量 - 放置於使用招式的寶可夢身上 - 招式貪心門芽 - 兩個無色能量造成120點傷害 - 從自己的牌庫抽出兩張卡 - 光是看到那兩張一對數的卡圖啊 - 我就被蒙到受不了了 - 看到這張一家屬EX啊 - 直接控制不住我的音量也大喊好可愛 - 張大的嘴巴露出那小小的門芽 - 還有一隻在後面飄蕩 - 不行了不行了 - 這一張我一定要受服他 - 看到了這一張一家屬EX - 我就知道你會喜歡 - 特性一致團結 - 你怎麼想的啊 - 如果場上有三張的一對數 - 還有一隻進化過後的一家屬EX - 這樣就會有四張了 - 被對手的招式傷害攻擊之後呢 - 直接把12個傷害指數放在他身上 - 哇 感覺不錯啊 - 你還記得這張一家屬EX - 是一階進化寶可夢嗎 - 你是想要說 - 幻影變化的索羅雅克 - 沒錯 就可以用特性是幻影變化的索羅雅克 - 去變身成一家屬或者是一家屬EX - 那這樣場上的一對數一家屬 - 還有一家屬EX的數量就變得非常多 - 哇 加他們三張卡牌的數量 - 最多好像看得到六張喔 - 這樣被攻擊的時候 - 就可以直接放18個傷害指數耶 - 我的天啊 - 最高可以放18個傷害指數 - 其實還滿厲害的 - 哇 有了這個反向的特性啊 - 對手可能要好好想一想要怎麼來面對囉 - 真的是不能小看做團結的一家屬 -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另外一組寶可夢 - 就是飄飄除 - 這次也有推出兩張 - 分別是HP40和HP50的飄飄除 - 熱點是惡屬性 - 抵抗力是鬥屬性 - 撤退都需要一個無散能量 - 兩張卡牌的招式效果不同 - 各位就自己斟酌選擇囉 - 進化之後呢就變成超能焰陀 - HP提升到120點 - 特性試探 - 在自己的回合 - 從手牌使出這張卡 - 並完成進化時可使用一次 - 在下個對手的回合結束前 - 這隻寶可夢不會受到對手的寶可夢招式的傷害與效果的影響 - 招式閃亮眼睛 - 兩個超能量造成70點傷害 - 若自己的氣排區有力譜則增加70點傷害 - 哇 充滿魅力的力譜 - 還有超能焰陀一起登場啦 - 這個特性試探很厲害耶 - 等於是你進化之後啊 - 無敵一回合耶 - 沒有錯啦 - 要是在下個對手的回合呢 - 沒有辦法把這一隻超能焰陀換到被戰軍 - 來攻擊其他寶可夢的話 - 那就只能 - 踏眼瞪小眼囉 - 欸對了對了 - 這個超能焰陀的招式啊 - 裡面有提到力譜耶 - 我們就緊接著來介紹這張支援者卡吧 - 支援者卡力譜 - 從自己的氣排區選擇超屬性寶可夢卡 - 與基本超能量卡合計最多四張 - 再給對手看過後加入手牌 - 啊 這個要拍手了 - 不愧是擅長超屬性寶可夢的道館館組啊 - 這個效果對於所有的超屬性牌組來說 - 都是一個很好的加強耶 - 像是我的黑馬雷光VMAX - 或者是叔叔他的牌組搭配天然鳥的牌組 - 通通都可以交入力譜來使用耶 - 這樣子就不怕丟資源啦 - 好讚喔 - 欸 你們的超屬性牌組 - 都有新的支援者可以用啦 - 而且啊 剛剛介紹的超能焰陀 - 也有AR的卡圖喔 - 讓我們來看一下啦 - 我好喜歡這個地面與星空的寫照喔 - 中間那道曙光剛好照耀著超能焰陀 - 讓它看起來更優雅了呢 - 嗯 這張AR卡圖真的滿好看的 - 欸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寶可夢卡 - 應該都介紹完了吧 - 嗯 你這麼說好像也對啦 - 不過應該還可以再補充一張卡牌 - 好 哪一張 - 就是這張物品卡卡比獸娃娃 - 進行對戰準備將寶可夢放置於場上時 - 若手牌有這張卡 - 則可將這張卡作為HP120點的無屬性的基礎寶可夢 - 翻回反面放置於場上 - 這張卡在對戰準備以外無法放置於場上 - 若在自己的回合中 - 則可將場上的這張卡丟棄 - 這張卡不會陷入特殊狀態 - 無法撤退 - 就算這張卡昏絕 - 對手也無法獲得江山卡 - 原來是卡比獸娃娃 - 這卡牌它除了很可愛之外 - 其實它的效果我覺得也蠻有趣的耶 - 雖然說只能在對戰準備的時候 - 把這張卡比獸娃放置在場上 - 條件感覺有一點困難 - 不過一旦成功的話 - 它就會是一隻HP120點 - 不會收到特殊狀態 - 被昏絕也不會拿江山卡的寶可夢耶 - 而且在自己的回合啊 - 你可以隨時的把這張卡比獸娃娃給丟棄耶 - 這樣就不怕占位子啦 - 嗯 這一點靈活度很高喔 - 不過還有一點我很疑惑耶 - 蛤 疑惑什麼 - 又是卡比獸娃娃 - 它作為HP120點的寶可夢在場上 - 它可以附加寶可夢道具嗎 - 像是招式學習器、能量渦輪 - 或者是暗中棋息之類的 -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- 答案是可以 - 你可以附加寶可夢道具給它 - 也可以用它來使用寶可夢道具的招式喔 - 那就順便來繼續介紹一張全新的寶可夢道具 - 就是招式學習器衰退 - 附用這張卡的寶可夢 - 可使用這張卡上寫的招式 - 需要有足夠使用招式的能量 - 將寶可夢身上附加的這張卡 - 在自己的回合結束時丟起 - 衰退一個無色能量 - 從對手所有進化的寶可夢身上 - 各移除一張進化卡使其退化 - 將移除的卡放回對手的手牌 - 哇 這張新的寶可夢道具 - 感覺會對現在的寶可夢EX的環境有點威脅喔 - 沒錯 現在環境裡面有非常多二階進化的寶可夢 - 例如說像是利爾露莎EX - 或是可可龍EX - 如果你是使用神殘果加他們進化上去的話 - 那這個時間點他們被衰退 - 那他們全部都會變成是基礎寶可夢 - 萬一你的牌柱裡面沒有放一階進化寶可夢 - 神殘果又用完的話 - 那就完蛋了 - 而且衰退是使用之後 - 對手所有的寶可夢都會退化耶 - 各位要小心啦 - 看來一階進化的寶可夢還是要放個幾張 - 面對這種狀況才不會損失的才沉重 - 那各位也不要忘記囉 - 寶可夢道具招式學習器 - 專門給寶可夢的內容可以回合 - 不管你有沒有使用 - 只要你的回合結束之後呢 - 就必須要丟棄喔 - 是的 -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新卡情報啦 - 不知道各位對哪一張卡白最有興趣呢 - 歡迎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喔 - 來 一家屬的粉絲給我站出來猜 - 那我們就一起期待最新擴充包 - 古代咆哮還有未來展望的發售日喔 - 是11月10號 - 大家別忘囉 - 趕快記在行事曆上吧 - 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- 還要開啟小鈴鐺 - 才不會做過接下來的相片通知 - 我是喜慕大文綺 - 下集見囉 掰掰 - 掰掰